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美国再出招围堵华为 川普周三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威胁国安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把华为和70家关联公司列入黑名单 川普祭出华为禁令之际 适逢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微妙时刻 但外界认为川普之前在美中休兵90天时就用过这招 那段期间逮捕华为公主 为两国贸易谈判争取更多筹码 这回再度瞄准华为虽然是以国湾为理由 实际上不只为了美中贸易 也为了庞大的市场布局 川普政府禁止华为在没有特别批准情况下 购买关键美国技术 同时禁止美国电信网络使用华为设备 从买卖两头围堵华为 根据路透 对美国供应商相当依赖的华为 出售产品能力将因此受限 因为着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打击力度明显加大 美方一直以来认为 华为的手机和网络设备 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行为 华为则再三否认 并曾透过声明表示 限制华为在美国业务 不会让美国更安全或更强大 而是只会限制美国使用更差 更贵的替代品 导致在5G领域落后 针对华为禁令 中国外交部回应 反对美方滥用出口管制 并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权利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中国一向要求自家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出口管制法相关规定 履行中方所承担相关义务 在海外经营过程中也要求中方企业遵守当地法规 陆康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实施单便制裁 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 避免进一步冲击两国贸易关系 贸易战之际川普在出手 分析认为由于华为在美国实战有限 直接影响并不大 但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纳入实体清单 对依赖美国晶片技术的华为来说打击剧烈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哈勒尔表示 不管行政命令内容为何 明显冲着中国而来 华为去年在美国营收2亿美元 只占总营收一小部分 该公司在全球有18万名员工 在美国也只有1200人左右 但这回击中华为要害在于 川普给商务部更大权力 审查相关企业的采购 意味着除非商务部许可 否则美国公司不得向华为出售零件或转移技术 也就是说在如此严苛状态下 华为将无法再从美国企业取得晶片 半导体各种机密科技元件的支援 路透指出对美国供应商下达禁令 与去年对付中心通讯手段辱出一策 可能导致华为的美国供应商股价受到打击 包括高通博通等晶片厂 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 如果美国企业要向华为提供出口管制范围内 任何产品都需要申请许可 有前商务部出口管控官员表示 这样的许可申请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必须说明提供这些产品并不会损害美国国安 为何老是针对华为原来不只是自然问题 还和未来市场有关 根据今日新闻 美方这次封杀华为说是国安考量 但外界认为除了和孟晚舟事件如出一撤 为之后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之外 更多是为5G市场的铺路 华为在中国政府支持下 不只是当地科技大厂 更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在政府扶植下 华为掌握许多专利技术 在国际5G共同标准贡献名列前茅 又有官方支持得以压低成本 在全球电信市场攻城掠地 目前全球市占大约28% 迎接5G时代 日常生活应用几乎无所不在 以医疗为例 5G技术甚至可以进行远距离视讯开刀 更不用提在教育娱乐 零售业等都能借由5G升级 正是因为美国知道 这是场权力争霸战 中国制造2025又以飞快速度进行 北京官方扶植特地产业 更被外媒形容是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贸易战要谈 中国野心更要打压 美国禁用华为等于牵制中国在5G发展与技术的发言权 同时顾及国家安全 虽然华为一直否认间谍行动 甚至愿意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签署不从事间谍活动协议 但美国 日本 澳洲 英国等大国还是倾向不用华为 对于非台面上的大国 许多国家则陷入两难 因为华为技术与设备成熟 价格不贵 如果不用 发展进度可能落后 甚至拖累相关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 川普在贸易战升级之际签署华为禁令 或许有更多考量 BBC报道分析 此前曾传出 川普会在今年2月的世界通讯大会上正式签署行政命令 但当时正值90天关税休战期 白宫选择暂时不打这张牌 如今时隔三个月 华为禁令终于落实 恰好就在贸易谈判急转直下的当头 向庄武剑意在佩公 白宫这时候再度出牌 针对的当然不只是华为 而是贸易谈判 这盘更大的牌局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种呈现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杂乱无章 所以咱们建立一个建不论丧事 论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又让他们的思想上的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